太惨了 在医药 有色金属 还有李雷池的共同努力下 大盘今天成功拿下了五连英 人工智能也有点体力透支 无力再为大盘举大旗 全靠着退休已久的毛组合站出来 奋力护盘 这才勉强收出一根下影线 所以这个市场到底要跌到哪才是个头 其实近期的直播里咱们就聊到过 大盘今年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短期上升指数可能面临着调整 现在这个看法仍然成立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方面人工智能板块 已经从集体的上涨变成了分化上涨了 从一轰而上的单边行情 变成了互道傻叉的博弈行情 那作为一把进攻的尖刀 人工智能盾了 大盘不也就盾了吗 而另一方面 锂电产业在过去这半年去库存 价格下跌的风险 在一级报里面集中暴露 而其他的产业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加上三月份出口的数据 虽然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这个强劲的持续性 也是有待观察的 真的需求恢复了 还是说因为去年底 防疫松绑企业停工 导致很多订单堆到了三月份 才集中出关 正因为这风险的集中释放 在这样前期涨多了 所以现在就导致了市场的一个弱势 但是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担心大幅暴跌 因为现在的估值和宏观环境 都没有大幅暴跌的基础 一方面一季度GDP增长强劲 并且二季度的增速将会更高 因为去年二季度的基数是非常低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年轻人的就业率依然偏低 还有广义货币增速较快 但是物价指数仍然偏低等导 而这个问题的原因 或许主要是在于 在这一轮经济复苏中 原来刺激作用最强的房地产的 回暖不及预期 所以使得这一轮的复苏 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甚至还出现了通缩的迹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大家可以期待 接下来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 将会预期保持着 较高的政策力度来稳增长 那么一方面经济数据还不错 同时预期政策力度不会衰减 这就是一个对于资本市场 相对偏暖的环境了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心理按摩 首先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 短期的情绪释放 或许还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没有情绪 就没有合适的价格 所以不要慌 另外我觉得相比起下跌 其实咱们更需要注意的是 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 在全面注册之后 新股发行速度越来越快 分化必将越来越严重 很可能A股以后 也跟港美股那样 就算指数是上涨的 但是多数股票 还是在不断下跌的 那么该怎么来回避这种风险呢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只关注那些成交额 排在前20%的公司 这么做的话 至少不会买到边缘股 甚至未来的先股 别人欠了你上亿的工程款 却只愿意还你1200万 你愿意干吗 那肯定不能啊 上法院吧 结果你的律师在法庭上胜诉了 到了法庭下 却集体被以寻衅滋事罪 给刑事拘留了 咱们今年又见证了个新词啊 以刑化宅 当然了 目前这事最新的情况 是另一方又否认了 所以恐怕还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怎么个情况呢 最近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说 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一加一 承接了贵州某个地方的 异地扶贫搬迁工程十来个项目 已经交付使用了八个了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拿到工程款 工人工资都是自己垫的 甚至还抵押了自己的房和车 但是因为金额太大 撑不住了 2022年他就发起了讨债诉讼 赢了官司 但是没有拿到钱 2023年的时候呢 他跟律师发现 发包政府项目的那两家公司 要么被财产转移了 要么被直接注销了 他就找律师去商量对策 结果律师被抓了 2023年的11月 地方开了个条件说 1200万把所有债务都给截了 他肯定不干呢 2023年末 在贵州高院召开听证会的当天 他被地方公安 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了 对于这个事呢 涉事的另外一方 也刚刚发了个通报 说这些官媒报道的不属实 当地没有欠企业家那么多钱 而且抓人有原因 因为这位企业家在别人的车上 装了GPS跟踪 贴大字报 泄露公民隐私等等的问题 这个时候具体的情况 可能我们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 但是网友们都纷纷表示好奇 都做到上一身家的企业家了 干嘛要选择装GPS 贴大字报这种方式来讨债呢 至于女企业家到底被欠了多少钱 各方的口径也都不一样 企业家自己说是2.2个亿 地方政府在给上级汇报的文件中 说是9000万 法院生效的判决中 显示有4笔债务是实锤的 接近7000万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女企业家被抓之前 区政府给了个解决方案就是 只还1200万 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 那这种移民搬迁工程 能有多少利润呢 我大致搜了一下 低的说是5% 高的说是20% 那也就是说 一个亿的工程能赚2000万 就很不错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要是只还1200万 企业估计得血亏 河南官方主办的孟马新闻 发表了个评论说 要警惕乙形化债 恶化营商环境 我之前也说过一些 关于地方债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有这次设计的地方 贵州六盘水 之前呢 这里主政的官员 三年新增了1500亿的债务 步子卖的确实是有点大 那现在呢 咱们一直在部署 逐步的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主要办法就是抑制新增 逐步压缩存量 压缩的方法呢 无外乎就是用时间换空间 比如说像贵州遵义的 那156亿成头债 就是展期了20年 前10年只还利息 后10年慢慢还本付息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 陪我们长大的悟空 终于站在了西天的高点 黑神话悟空 被誉为第一款国产3A大作的游戏 一经上线 快速登顶下载热榜 他不仅拿下了全球周度销量冠军 还在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等等 12个国家霸榜 为了玩明白这个游戏 现在外国人也在恶补西游记啊 还带火了一批讲解西游记的博主 今天上午的10点 我们也终于等到了黑悟空完整上线 上线一小时 在线人数迅速突破百万 A股上 有些相关的概念 股被拉出20厘米的涨停 甚至还有多家上市公司 被股员们追着问 金斗云作为无人驾驶赛具 是否使用了贵公司的技术 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说的话 黑悟空被称为国产游戏的 iPhone时刻也不为过了 当然了 咱们国产游戏 也不乏收入在百亿级别的爆款 像梦幻西游 王者荣耀 元神等等 但是呢 在这种硬核单机大作方面 却没什么竞争力 而这个赛道也是巨大的市场 其中呢 有十年两亿份销量的神作GTA5 有获奖净千项 狂卖5000万份的巫师3 有系列销量5000万份 拉动整个游戏生态的塞尔达 这也充分地说明了 几百元一份的游戏 价格虽然贵 但只要游戏做得足够好 也能卖很多 那为什么咱们的国产3A大作 迟迟没能够崛起呢 其实直接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 3A是什么意思啊 翻译过来就是大量时间 大量金钱 大量资源 黑暮空团队曾经透露说 他们一个小时的开发成本 达到2000万 这个游戏是从2017年开始 开发了7年啊 投入了大约5到6个亿 同时呢 相比海外市场 咱们中国市场的变现会更困难 这个呢 是由我们的发展顺序决定的 发达国家 他们中产崛起的比较早嘛 互联网的普及也比较早 用电脑用手柄玩游戏 早就是一种习惯了 而咱们中国互联网的普及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移动互联网 也就是靠手机拉动的 让玩家花大价钱 配置一台电脑 再花上几百块钱 买上一份游戏 其实本身这个门槛 就比手机要高一些 很多玩家 还没有养成这样的消费习惯 所以呢 如果想要在国内快速赚钱 其实3A大作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要做出一款硬核游戏 不仅需要烧钱 更需要一些理想主义 真正的好游戏好公司 应该能够到海外去竞争 赚全球游戏玩家的钱 而不是各种复制换皮 在国内不停的内卷 他需要创作团队 对文化出海有足够的自信 对玩家有足够的自信 对自己的质量和资本 有足够的自信 同时得接受一切失败的可能 需要在充满不确定的市场 杀出重围 这又何尝不是取经之路呢 一款游戏成功以后 就可以带回真金 激活市场 给其他的厂家打个药 毕竟啊 经济发展再好 文化不行 咱们就只能玩着进口游戏 看着进口电影 经济的巨人 文化的矮子 它是博足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文化也慢慢的有自信了 从流量地球到元神 再到悟空 我们用了自己的现象级产品 在以前落后的时候呢 我们是读希腊神话 现在终于轮到西方读西游记了 就像是黑悟空的台 银行的利息已经从五开头降到一开头了 并且呢未来还有加降的趋势 存三百万之后呢 开始躺平 以前可能能天天吃火锅 但是现在只能吃火锅底料 利率不断的下降 那中产家庭该怎样的理财呢 以后会不会减少银行存款呢 其实从日本长期负利率的历史来看 存款利率跟居民配置存款的意愿 没有绝对的关系 以前呢日本哪怕是长期定存 利率也只有千分之二 你别说赚利息了 银行肯帮你保管钱 不跟你收保管费就不错了 但是日本家庭仍然有超过一半的财富 是配置在现金存款里的 是其他发达国家的好几倍 还有30%呢 则是配置于储蓄型的保险 在经历过泡沫破灭 房价股价物价一起下跌的时代之后 在很多日本人眼里 安全就是受益了 但是在失去的30年里 日本人也不是说除了存钱就啥也不干的 他们也尝试过寻找一些投资机会 比如说渡边夫人投资运动 什么是渡边夫人呢 指的就是掌握着家庭财权的主妇群体们 他们发现从日本获得低利率的贷款 来投资一些海外的理财产品 就可以以一个点的成本赚到三个点的收入 于是呢渡边夫人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外汇套利运动 但是好景不长啊 在1995年到1998年 日元快速升值 从而呢让渡边夫人们损失惨重 再比如两次量化宽松 2001年到2006年 日本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量化宽松 在负利率的同时呢 印钞票刺激经济解决不良债权 在这个期间 日本经济快速反弹 很多生意都变得好做起来 股市也翻了两倍多 但是随着量化宽松结束 紧接着次贷危机来袭了 日本股市又再创新低 后来2012年的时候安倍当选 日本又推出了一次元量化宽松 提出要在两年内将货币的供应量翻倍 开启了一场不属于三次元 也就是说不属于现实的放水 结果呢 日本股市是两年内完成了翻倍 并且上涨至今 日元也一路的贬值至今 那么在低利率时代 这些策略恐怕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首先第一呢 就是应该以稳为主 降低收益预期了 第二是伺机待发 跟随宏观风口 把握一些阶段性的机会 在高利息的时代 理财可能是现行的 就像拿着机关枪扫射一样 不断的加5%加5% 而到了低利息时代 理财恐怕就是不规律的了 就像要拿狙击枪爆头一样 大多数时间可能没有任何的收益 但是打中一枪就是加50% 比如说之前像压马买黄金啊 还有国债牛市等等 那未来呢 随着宏观跟行业的风口变化 这种机会可能还会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要在等待的时间里 把子弹打光了 到底是有多大的利空 能让全行业公认财务最稳健的万科 在行业整体上涨的情况下 出现债券单日逆势暴跌 接近20%的情况 尤其他明年到期的美元债 收益率更是飙升到了40% 导致公司都要特意跑到交易所的互动意义 说明情况来安抚情绪 但即便做了解释 他的债券价格还是没有起色 而现在除了万科之外 还有包括金帝龙湖等等 在内的地产龙头公司 股票跟债券都跌麻了 起因是在上周四的时候 有人发现万科的美元债连续下跌 其中的一只在一年半后到期的债券 已经跌到68美元了 什么概念呢 债券是一年半之后才到期的 它的面值是100美元 那如果到期之后 万科这家公司还没有倒的话 它就会按照面值100美元来还钱 收益率高达47%呢 这其实意味着市场里多数的交易者都认为 万科很有可能在一年半之后还不起这笔钱 那这个事经过几天的发酵之后 现在影响开始蔓延到A股了 虽然说整个地产板块是在涨的 但作为地产龙头的万科却是股债双杀 其中他的股票最高跌了3.28% 21万科02只支债券呢 更是跌了17.62% 100面值的债券打8折甩卖 看到这个情况 万科赶紧在交易所互动平台上发声 说公司的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市场的情绪波动所导致的 然后呢还列出了一些数据 说是截止到三季度末 手里的现金还有1037亿 是他短期债务总额的2.2倍 至于美元债的问题 今年万科没有要还的债务 只说明年有三笔到期 总额折合110亿人币 公司足以应对 万科在行业里一直给人一个好学生的印象 哪怕他长期是行业的销售额第一 但是他的危机感一直都很强 财务上也非常的保守 10年前就说行业告别了黄金年代 5年前在整个行业还在狂飙的情况下 居然就已经在高喊要活下去 去年他的董事长玉亮更是直接说 当下就是黑铁时代了 不要再心存幻想 必须要快速坚决的出清 在这个期间 恒大碧桂园等等胆子大 加杠杆都曾经把万科甩在了身后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那两家都已经爆雷了 还有像经地远洋之类的也有了爆雷的迹象 但是现在市场甚至怀疑万科也会有问题 当然了 从财务数据上万科目前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市场却用实际的行动 对他投出了不信任票 他的股价从两年前的31元跌到现在的11 直接打了3.5折 更为专业的投资者们参与的债券市场里 美元债打了7折 境内债打了8折 应该说万科美元债的下跌 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美元加息 导致所有的债券包括美国国债的价格都在跌 这个是系统性的风险 没人躲得过 另外呢 就是房地产行业确实也不景气 前不久呢 大家都在讨论二次房改 说政府会加大保障房的投入 虽然会放开商品房的各种限制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 整个行业的蛋糕或许会变得更小 眼下的万科的确提前备好了过冬的粮食 但如果冬天很漫长怎么办呢 如果当万科都顶不住 那么整个行业的寒冬将会严峻的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而目前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市场的价格上 居然正在增加 价值投资到底能不能挣钱 取决于您买的公司想不想让股东挣钱 好公司的标准有很多 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看他能不能给股东创造回报 这个事得怎么衡量呢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有一条很简单的标准 就是看他从市场里拿走的钱多 还是他回馈给市场的钱多 又或者说你看他上市和增发的融资多 还是给股东的分红多 比如说这两天大跌的茅台 都吐槽他是降乡科技 但是他是真真切切给了长期股东丰厚的回报的 上市以来他的分红金额已经超过了2000亿 而他当年首发上市的时候只融资了22个亿 而且后来是从来没有增发发债这些再融资的行为 他的分红金额是融资金额的上百倍 就算扣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 那这个降乡科技吐出来的钱也比圈来的钱多得多 反而是有些公司打着高科技的名头画饼圈钱 成了资本市场的吸血鬼 股东身上的大马黄 有的是年年增发 但融资的钱不做业务 而是还债或者是买理财 有的是玩金融游戏 他把各项业务拆分上市多线圈钱 有的就算退市了 还要再换个皮再圈一波钱 至于说分红 那想都不要想 先分你个大烧饼 然后再分你个腰斩体验卡 所以说呢 做价值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个指标啊 就是分红融资比 也就是上市以来分红总额和融资总额的比例 这个数据其实每个软件里面都有 你点开公司资料 在分红融资那一栏里面 看到如果分红融资比超过一的话 那至少说明这家公司上市不是纯奔着圈钱的 他创造的回报大于他吸收的资源 那如果能够超过十的话 这就是一家造险能力很强的公司了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有人会说公司上市不就是为了拿一大笔钱去快速发展吗 很多的科技巨头 什么特斯拉亚马逊什么的 前期也是光烧钱不分红啊 没错 理论上的每个公司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从发展到壮大 或者说是从烧钱机器到现金奶牛 但是现实中大多的公司都只有发展期 没有壮大期 为啥呢 要么就是在竞争中失败了 要么就是老板根本就没想过成功 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能够发展壮大的公司呢 答案是找不到 或者说是找到的时候他已经很贵了 最优秀的公司即便是在发展期也藏不住光芒 专业投资者看一下他的业务和产品就知道大有可为 在他壮大前就会给他一个很高的估值 当然也会存在那些很有潜力 但是没有被市场发掘的公司 但这一类的公司只有最顶级的投资者才能发现 就比如说十年前芒格投资比亚迪的案例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的专业程度很难找到 那不如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 与其去赌这种黑马 还不如找一家老老实实赚钱 老老实实分红的过日子呢 就好像一个男的跟你说 以后他会成亿万富翁 你跟着他能享福 而另一个男的是啥也没说 但是每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那么你会选哪个呢